B站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燦榮 我们下面这一期 谈一谈印度的军改问题 最近印度比较穷的 人均GDP比较低的比哈尔邦 还有北方邦开始 出现了很大规模的骚乱 主体就是年轻人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9月份开始 穆迪政府要推新一轮军改 那么这一轮军改 让很多贫穷的年轻人 前途受影响了 原因就是要省钱 印度原来那个军支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鼓励年轻人当兵 然后相当比例 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的人 在服役四年以后 可以继续服役 他能复役到十七年 到了十七年以后 他就可以永久的拿到了 那个津贴 拿到那个退休金 退休金不是很高 但是他有个基本保障 知道吧 然后退休以后 退役以后吧 你再做点小买卖什么的 日子就过得去 那么这次军改 主要就是为了省钱 因为印度 这个人力开始很高 军队的人力开始 基本上占到整个国防 开始的一半多一点 这个是不正常的 所以他的训练和这个装备都是受压缩嘛 这样长期下去呢 是不利的 虽然印度军费这几年是涨的啊 他现在是差不多七百五十亿美元嘛 这个在实际上排位也挺高的 但是用起来效益不好 知道吧 基本上只能百分之二十多一点 去买装备 这个就对他的国防现代化不利 而且大家知道 印度整个国防工业不如我们 他大部分是买的 对吧 这个印度 比如说他的所谓的国产航母 其实是 是俄国人帮他建的 第一条国产航母 是俄国人帮他建的 他的每一寸缸都是人家俄国给他的 不像咱们三冬号 每一寸缸都自己的 他基础不一样 买的东西还是贵啊 自己造是便宜的 知道吧 从他的角度啊 我国防开始不断增长 已经差不多世界第三了 支出又不合理 是吧 一多半是养人去了 然后能买 能花在装备上就很少 训练上也不够 然后装备都是买的 买的还挺贵 那你怎么跟中国竞争呢 那他心狠的 你没那个金刚战 还要懒那个慈禧活呢 那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你低调一点 与人为善也没事 结果他又跟巴基斯坦是树敌 老爷跟巴基斯坦打仗 还现在要跟我们对抗 那么6月26号 他空军参谋长叫乔杜里 在接受印度报业 托拉斯采访时 公开的说 他有两线作战 这个这就很荒唐 这印度是个老毛病 口气永远比力气大 脖子比腰还粗 这个 这是他的毛病啊 目标很大 能力不新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得改 那么改了 他就要从人力这里 就出发 所以新的那个规定是这样的 就是新的兵域呢 一个是把参军的年龄下降 原来要18岁以上 现在是17.5岁就可以了 这个所以这样这样 招兵的面就大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减少那个支出 就是现在绝大部分 那个新兵呢 他们就服役四年 给点钱 给点 然后拿一笔这个退学金就走了 服役四年以后 大部分人呢 75%的人都是拿个 117万卢比吧 就差不多10万人币 安家费 就走了 后面就不管了 那个真正能够 像以前那样啊 成为叫烈火战士 干到17年 就不到25 那那那未来很多 那个年轻人 他那个发展前景 就受影响了 对不对 这个所以现在年轻人 很不满意嘛 所以就出现了 这个骚乱 从那个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开始 现在是蔓延全国了 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 这个抗议活动 还在不同的地方进行 所以九月份 他能不能顺利展开这个军改 还是还是有疑问的啊 现在呢 这个他因为经济不错了 印度经济不错 这这这八年 从14年目的直到现在啊 应该讲经济上 他是不错的啊 管理上也要改进 然后国际上啊 对印度那个支持力度特别大 西方现在一部分资本 就是要想办法 这个这个支持印度 还有呢 就是西方一部分战略家 就是要支持印度 来牵制中国 所以现在应该讲 印度的内外环境 比以前好很多啊 像他现在新游上来 又准备搞什么两面作战啊 想法可以很大 但是面对现实 他他必须承担很多困难 这就是他为什么搞军改的原因 印度军改搞了很多年了 都都都不太成功啊 这个首先呢 他那个从英国继承的这个遗产 他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他那个 呃就是证出多门 很厉害 嗯 然后呢 单位太多 重叠太多啊 印度现在三军啊 他强调军种分离 所以陆海空三军是协调很差啊 然后呢 下面的单位很多 现在印度陆海空三军 一共有十七个司令部 陆军七个 空军七个 海军三个 然后那个管辖权呢 有有大量的重叠 浪费了很多资源啊 这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真正的决策是文官 军队的专业人士啊 起作用比较小 这个 他他那个 人们有专家归纳 是他叫文官治军 三级决策三军分离 这么这么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好处呢 就是这样一个决策机制 确实把印度 这个这个职业军人造反了 控制住了 所以印度这个国家 很少有军事政变 对吧 这一点在 发展的国家里面 它是比较好的 就是军政关系 比较好啊 但是代价就是这个 决策效率很低 对吧 决策特别复杂啊 总理为首的内阁安全委员会 就叫最高国防 国防决策机构 第二层是国防部 代表的最高国防领导机构 然后军总再来一个决策机构 一共三层啊 那个 这就是原来的那个体制 然后三军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 决策复杂 然后三军之间又分离 使得整个 它的领导体系 效率是非常低的 好处就是排除了军事政变的危险 坏处就是决策效率低 然后预算浪费很严重啊 这是一个老问题 近些年呢 他们也在改革啊 这个改革呢 也跟一些事件有关 一般认为 印度现在这个军改 它的起点是99年5月到7月啊 印度与巴基斯坦 发生了叫卡吉尔冲突 这冲突的起因呢 是巴基斯坦军队 越过了印度空之线 进入到硬控区 然后印度军队就反击 双方军队在7000米以上的 那个 克泽米尔高山地区啊 进行了那个 作战啊 这是被认为地球上啊 海拔最高的战役啊 那么在这个战争期间呢 应该讲印度最后还是赢了 但是中间呢 出现了丑闻 就是什么呢 就是陆军和空军应该协调吧 结果呢 那个 因为那个指挥权的争执吧 竟然出现了一个情况 在战争很吃紧的时候 空军拒绝出动飞机 帮助陆军 这个事件爆发以后 那个印度举国震惊了 就觉得这个不行啊 这样下去 整个国家安全受损吧 这个不行啊 于是就开始给军改嘛 那我就开始想办法设立啊 国防参谋长 把三军 统一起来 这个有这种设想啊 但实际上呢 到目前为止统一 也不是很好 这个 另外 从卡切尔之战 这个协调 军种之间矛盾开始 其他的改革 也就提上了台面啊 就陆续就开始 这包括 设立了很多 这个新的 加强协调的联合 指挥机构 然后减少 这个地区司令部啊 从十几个减少到 这个四五个 应该讲他们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啊 另外呢 就是基本的作战单元 也开始学中国美国 从几万人的诗 变成五千人左右的 叫一体化作战单元 这个一体化作战单元 也是包括了综合军种吧 这个所以他在努力 加强军种协调 减少这个决策成绩 这个 然后加强基本军事单元 他的那个作战效能 应该讲做了很多努力啊 从一五年开始呢 当时的那个印度陆军参谋长 叫拉瓦特 就提出来 就是新一轮军改 这个拉瓦特先生去年 十二月的时候 因为飞机啊 原因就去世了啊 这个这个老熊是在过去配合目的 对军改做了很多的贡献的 总体来讲啊 在从一五年之后吧 特别是在目的 这个这个支持之下啊 在拉瓦特的具体推进之下呢 印度军改是往着精简化 战区化 信息化方向是在前进 这是个事实啊 不但讲呢 经过这个多年努力呢 印度的综合作战能力还是上升的 所以我们中国的网民 也不要轻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这几年呢 这个经济上上来了一些 军事上其实也上来了一些 附带讲 就是今天的印度 要是在欧洲旁边呢 他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因为印度有点不信 就是有点那个 叫鱼量期间 叫寄生鱼何生量 地球上没有中国 印度绝对是第三世界大佬 但是因为有个中国呢 他就给压制住了 现在应该讲 他在努力的推 而且有一定的效果 那么跟过去比呢 他这个 在几个方面都还是有进步 比如联合战区 近来是有所进展 还有一个武器采购 效率提高 另外就是国防工业的本土化 也有点提高 这几个方向都是有提高的 所以拉瓦特对印度军改 肯定是一个人物 有贡献的 那么加上穆迪 很重视这个东西 那么近年来 随着印度经济增长 它的军费大幅增加 所以我的感觉 就是印度无论是装备 还是这个体制 都比二十年前要好很多 但是离他自己讲的两线作战 我觉得还是差得很远 特别是跟中国比吧 应该讲还是差得很远 我们中国现在综合作战旅的 作战能力 我觉得跟美军应该是差不多的 把他们都甩到后面去了 但是印度呢 应该讲还是有成绩 就是我刚才讲过 穆迪政府给予经济政策支持 然后拉瓦特 这个参谋总长 他是那个具体实施 这个几年下来呢 他还是有进步的 所以这是一个总观点 就是印度我们也不要小瞧 毕竟这十年吧 他总是在进步的 经济在起来 科技和工业能力在起来 军事也在起来 不要轻视他 当然呢 也就是说也不要太夸张他的威胁 特别是他最近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讲的 就是空军参谋长讲的两线作战 这个是他这个心态大了 那个 特别是跟中国比 我觉得他距离是拉大的 我认为中国的军改 虽然代价也很大 但我们中国军改不是 把市总部变成了 军委直属的十五个单位吗 决策效率是提高的 因为呢 大大减少了这个军队军官的数量 是吧 官兵比大大改善嘛 从三比一现在变到八比一了 跟美国是现在差不多的 然后那个综合作战呢 你上来 中国军改我觉得大方向对 而且效果慢慢在体现出来 所以中国的综合军事能力 应该是大大上升的 印度也在军改 但是我个人 我并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我从那个常识判断 就大家都有 都在前进 都在前进啊 军改都有效果 但是呢 中国的军改 可能成效比印度更大一点 就是中印呢 在发展方面啊 很多的不同啊 这个 包括这个国防现代化很不同 这个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跟世界最先进水平 跟美国差距比较大 这个要努力去改 然后我们军改启动了 印度军改也启动了啊 这个 它是15年就开始的 1999就启动了 到现在也7年了 这个咱们呢 军改是这个 习数学之政以后就启动了 略早一点啊 但基本上同步 它其实成果来讲 肯定是我们要比它强嘛 后面的原因 还是那个执行力吧 还有体制 我们体制效能比它高 加上就是我们原来 这个 包括人力 这个 整个军官的素质啊 都比较好 领导有权威 体制相对顺 是吧 然后人员素质好 所以我们军改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成功了 那么印度呢 在几个方面都不如我们吧 现在这个军改呢 能够启动就不容易 是吧 那靠着那个目的和人民 印度人民党的权威 那个 那么现在也有点基础 就是它经济确实比以前好 钱多一些啊 这个但是 它它体制总体效率不弱 我们 这个 加上呢 利益集团绑架很厉害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它军改有进步 它进步的速度和程度 跟中国比 应该是差得很远的 那么原来呢 中印力量还是中国强嘛 那么现在军改我们的效率更高一点 结论什么 结论 我觉得啊 中印之间 军事力量差距是在拉大的 知道吧 所以印度呢 我觉得它以后得改变战略 它得接受中国崛起 然后接受中印啊 和平共处 不要老挑衅中国 万一挑衅过分了 再发生大规模冲突 假设啊 我个人 并不是好战 我并不希望中印打仗 但是假设啊 这个印度做得过分 再发生像62年那种规模的 军事冲突 我推算印度输得比62年惨 知道吧 62年那个 它就输得挺惨的 如果再来一次 可能输得更惨 是吧 这个对印度其实是不利的 那么最后还是回到现实啊 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印度呢 这个虽然军费涨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军事开始不合理嘛 人力成本占在50以上嘛 这个 它肯定得改 虽然现在这个抗疫程很大 是吧 我看有些那个印度 青年人还挺厉害 还把火车都给烧了 火车站都给烧了 抗疫规模挺大 而且很激烈啊 但是我估计呢 从印度的国家里一看 它真的得改 不改不行 不改它那个 那个局势线那种完成不了 它的军事目标达成不了 加上目的比较强势 所以我个人的预计呢 这次军改 它还会继续推进下去 虽然年轻人 今天还在抗疫 但是九月份 我推上那个军改呢 应该还是会启动的 这是英国 印度的长远利益决定的嘛 也跟那个穆迪本人的强势有关 从印度角度看呢 这个军改呢 如果实现呢 它就让印度 未来的军事能力会上升的 当然 因为就动了很多年轻人的 那个奶酪嘛 有些年轻人 他学业伤不好 家庭条件 他主要的那个出手是参军嘛 做职业军人 做了十七年以后 国家就养 就是养老金养一辈子嘛 这条路是断了 这对印度年轻人 就少了一个机会 所以年轻人有反应是很正常 但是最后我还是强调 也不要紧张 因为客观事实摆着呢 中印力量差距很大的 知道吧 而且就纯军事角来讲 双方的差距其实也是在拉大 不是在减少 所以对此呢 我们也要注意 但是不要慌张 保持稳定 干好自己的事 这个最重要